今天我们来一起红绵 红绵它在白马的隔壁 我们经常说它这里是战前 战前意思就是火车站的前面叫战前 火车站的西边叫战西 红绵这边是属于中高档次 都是有品牌的 像有些品牌它们是对你在线上交售 是有价格管控的 它们主要是走那种线下十几店 加盟的还有零售为主 这边的款式整体来说 真的是非常时尚 有些款式是真的很独特 而且很好看 再加上有些品牌不给你在线上销售 你如果说不是去十几店 或者是说不来这里 你真的是很难找到跟它们同款的 因为它们有些款式都是自己设计的 款式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为什么它这里有些衣服那么贵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印架包含设计品牌面料 还有一些做工在里面 这几天出了很多这种碎化连衣裙 不管是哪个批发市场 都可以看到很多 整体来说红棉 这边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质量一般的 但是它不代表这个市场 这个档口的风格就属于快食尚 就跟UUS 食尚好那边是很像的 红棉这边是可以零售的 如果你们要打包的话 一般情况下都是 你船店挑扣20件就可以了 具体的话它每个档口都不太一样 你们问就可以了 仔细一看这些款式是不是很特别 在市面上很少看得到 前面这个档口是主打这种成熟风格 35岁以上比较合适 四个批发市场的这些档口 它的风格性都比较主打 就是每个档口 它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就不会像那种 沙盒啊那边 沙盒那边的话 基本整个批发市场 都是那种类型的风格 街形也是属于成熟风格 一眼看过去感觉不怎么样 但是仔细一看 每个裙子还是很耐看的 这边的小妹就不会跟白蛮那边一样 白蛮那边都是站在门口 看到你过来了 就直接叫你进去看一下 白脸风格这边特别多 白蛮那边特别多